歡迎回來 五七股市同學會 今天是禮拜 我本來盤視就會比較震盪 大家想要這個放假前收線 又遇到了國內的本土疫情 有一點點開始擴大的困擾 大盤今天走勢真的滿弱的 早盤開小溝之後 包含了這個電子股 還有一些好運類股 往下來跳水 指數就向下急殺 最低來到18134點 中廠今天是下跌了198點 收在18169 量是3268億元 這位老師我想問 這個禮拜 我覺得投資有一點點 從天堂掉到地獄的感覺 因為本週指數創下了新高18619 不過才短短三天 就跌到了有500點 投資人心情可能有一點點難以承受 尤其是除了強勢的半導體族群 稍作拉回之外 去年漲很多的中小型股 今天跌得更深了 怎麼樣來關注呢 其實我想問我們昨天就講了啦 這個聯準會要升息啊 或是國內的疫情有變化喔 我們不是第一次遇到的 那每次急跌之後 如果你敢勇敢買的人呢 都會有不錯的報酬 那這一次 您依然是維持這樣的看法嗎 投資人亂砍會後悔嗎 對 我覺得當然啦 歷史會不會重演喔 其實我先跟大家報告 我先講啦 新中高班這天嘛 對不對 然後之後創下歷史新高 然後最近這兩天又回來又差不多了 跌破這個地方 跌破週一的那個開盤 那其實以這五天來講 大家就要明了啦 其實今年的波動 不管是指數或個股的波動 本來就會非常大 因為灰犀牛其實說真的 它還沒有遠離我們 它有時候進來 有時候來威脅我們 有時候又離開我們 稍微離我們又有安全距離 所以我想這幾天的盤是 它告訴我們這一件事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歷史會不會重演 其實你看一下 我們看今天的開盤好了 其實今天開盤還開高耶 日韓股市也都開高耶 是啊 滿強的 因為美股的盤後 其實今天收盤的費半是漲的 那美股的盤後 其實也是小幅反彈的 好 所以開高 開高之後為什麼會這樣跌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就是疫情啦 你看目前的南韓股市 其實都還是漲 大概漲一趴 大陸股市也是漲啊 美股的盤後也是漲啊 那你為什麼突然之間 因為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大家怕歷史重演 就是有時候怕空的歷史重演 好 來 跌下來 跌下來當然大家就更害怕了 就是說 哎呦 真正疫情 為什麼 因為5月份那時候的疫情 台股大概從17700 跌了2500點 所以大家又擔心 尤其現在指數又在相對高 所以當然就先賣 那賣的狀況之下 當然大家 我覺得其實沒有那麼的一個擔心 好 疫情的部分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現在美國的疫情其實更嚴重 對不對 歐洲的疫情其實也非常嚴重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重症它是少的啦 沒錯 好 所以我想這一部分影響基本上不會太大 除非啦 失控啦 當然今天有些大家要去買防疫 我覺得你真的要操作防疫的話 其實就是真的很短線就好啦 就今天這樣子 就好了 看疫情的比較好 那美國公在執事裡面 其實大家都說 那今天台股是美國公司 所以會被這個影響的 科學股比較弱 那今天南韓股市為什麼會漲 對不對 那對 所以其實今天也不是這個交 印又要掰這個 我等一下拿圖 有圖有證據啦 那外資賣超的部分 當然這一兩天開始在賣超啦 那不過最主要還是丙種結帳 其實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漲的上市的部分是漲台積電 對不對 所以拉高指數 建高 那上貴的部分其實在五天前就建高 那上貴的大概中小型 大概也內資為主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最近 為什麼中小型股不會漲 其實最主要就是丙種的 提前先結帳了 所以導致成這樣的現象 再加上去年底的時候 投信做完帳了 現在大家對於這些中小型股 其實很混亂啊 到底投信 到底是要再做 往上拉還是真的要賣下來 所以大家現在沒辦法那麼的了解 所以我覺得 可是中小型股跌成 這一段之後 其實好的股票它會慢慢的上來 那當然 今天盤中因為失守了 一萬八千兩百三十八點 失守 對 這個地方 我之前講過 所以停損的賣壓出來 有 對 所以你看 等一下破了之後就放不去了 我覺得 好 那停損賣壓出來之後 我覺得持股比重大概有層附近 那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月限大概在一萬八 那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其實支撐性應該相對上來講 應該會不小 好 在藥老師的關盤重點當中 有一個啦 美國的公債殖利率走延 會不會又對全球股市 甚至亞洲股市造成影響呢 那你剛才講了 台股今天因為疫情跌 可是日韓股市其實並沒跌 代表說這個因素 不再成為威脅股市當中最大的一個變因 對 也就是說我們從今天來看的話 其實今天台股的跌跟殖利率真的沒有關係 你硬又要搬到 要找理由 要找理由 那我也沒辦法 那 因為你看全球股市就知道 那我拿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跟美股的部分 美股把它分為道瓊跟所謂NASTA的一個部分 一個大家認為比較偏向於傳產的部分 一個是以科技股為主的部分 那黃色線的部分是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那這個是從2000年十年期公債殖利率來講 它就呈現下滑的趨勢 就是說其實市場的 它就代表市場的利率 目前的利率 其實本來大家要知道 利率本來就一直往下滑 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你來看 比如說公債殖利率往上的時候 我們看這一段公債殖利率往上 對不對 公債殖利率的部分來講 你對照這邊 這個數字往上嘛 所以那道瓊有跌嗎 NASTA有跌嗎 假如我們就做長期的方向 不是一天的 其實有跌嘛 沒有跌 好 那這個地方 公債殖利率往下的時候 反而你看一下 這個是道瓊的指數 它是跌的 也是跟這跌的 NASTA也有稍微小跌的一個狀況 對不對 好 那你看一下 公債殖利率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我們看這邊好了 往下 公債殖利率往下對不對 結果你看一下 股票也是漲的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目前來講 我個人覺得啦 公債殖利率的部分 跟股市的部分來講 其實影響性真的沒那麼大 就是它不是那種80% 90%的那種 相關係數啦 它有時候是反的 你知道嗎 好 那我的意思說 好 來 縱使回檔 你把它清掉好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縱使這邊回檔好了 道瓊回檔 其實這個公債殖利率是下滑的 對 大家現在認為公債殖利率往上才會跌 對 沒有 它是下滑的 它是跌 跌照跌啊 那道瓊的時候其實跌的幅度 這是因為現在的氛圍 因為它短時間會有這種氛圍 確實是啦 所以我覺得 以這樣的歷史的情境 建股資金 所以我覺得其實真的 也不是這麼的恐慌 因為畢竟目前的資金的流動性 還是非常非常的一個強的 好 資金流動性強的 加上其實 不管是那個 國際的大氣候 國內的這個上市規公司 營收都持續的向上來攀升 所以大家還是要理性一點思考 找出好的這個股票 具有成長性的 依然可以成為你在股市當中的護身符 那講到這個族群 我就想要請問趙利老師 我們從去年底講到現在 那就是Mini LED 今年CES Mini LED也成為了主戰場 Sony推出了首款Mini LED的電視 要來迎戰韓國的三星跟LG 我們前兩天節目 趙利老師有說嘛 三星呢 這個要發展Mini LED的TV 企圖是非常的明顯 這個電視說局部調光更加明確 對比度鮮明 峰值亮度更高 另外呢 Mini LED的筆電呢 是靠蘋果來往前衝啦 今年說的這個啊 Mini LED筆電呢 要估出貨800萬台 年增3.6倍 我們幾個大公司呢 其實都有切入Mini LED 包含了面板廠的 友達AMOLED AMOLED 採用新的Mini LED的背光設計 那惠特 富彩跟台表科 也是我們節目當中 多次有提到的個股 看一下喔 籌碼部分 惠特外資終極連六賣轉買 富彩呢 哇 外資是連五天買 今天股價非常強勢喔 台表科也抗疊 外資這五天 買了兩千多張 我想問一下趙琳老師 為什麼在大盤呢 創高拉回過程當中 這個族群 總是可以這麼樣的強勢 對沒錯 像Mini LED的部分來講 其實去年是元年啦 就是說Apple導入之後 慢慢的在去年量開始出來 那預估今年的量來講 當然它會更大 更多的一個品牌廠的一個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下一張圖表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你比如說 在Mini LED的部分來講的話 在蘋果的加持 今年出貨量 它又會飛奔 你比如平板出貨的部分 預估今年會跳增80% 筆電的部分來講的話 比今年比去年來講 大概會成長150% 對蘋果的部分 就要來大量應用 對它就已經大量應用了 那Sony的部分 在CS展裡面 也發布了第一台 Mini LED的一個電視 之前來講 大概就是以Samsung為主 對啊 市占率是最大 那現在 連Sony等等這一些來講 老師好像其實我覺得 以這個品牌的特性而言 韓國就跑在很前面 日本會比較慢 它會等看 可是連日本這種保守 它都要做Mini LED 代表是完真的 對 其實連電視 現在的Monitor 慢慢的比如電競的部分 其實也慢 陸續都導入Mini LED的部分 所以再加上今年來講 會有更多的平板的部分 或者是Matebook的部分來講的話 有可能以中小尺寸的部分來講 也會陸續採用 Mini LED的一個部分 好 那當然Mini LED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它比較輕薄省電 跟成本更低 那螢幕來講的話 其實它也接近 OLED的一個部分 好 所以它的優勢是這樣 所以去年是Mini LED 所以你可以看到 等一下我們看在下一張圖表的部分 好 沒問題 你可以看到 在EPS 就是說它是不是這樣子 其實你看它的營收 看它的獲利的表現就知道 既然去年是一個元年的話 那我們就看七檔股票 好 比較具備代表性的 匯特的部分對不對 在2020年的前三季 EPS只有2.86 對 去年是Mini LED的元年 你看人家EPS 就跳到9.55 就是真的嘛 那太鼎當然它相對上來 它是PCB板子 占它的營收比重低 所以它沒有辦法跳起來 那你看一下台表科 有沒有 它做打鍵的 Mini LED你看 它去年的EPS 是不是也大幅的跳升 對 你看附採的部分來講 是不是重複的 油盔轉盈耶 對 剩的2.56 等一下我再講 那光紅的部分來講 是不是重複的0.14到1.14 對 就是說其實 那今年來講 大家你看到了 你比如說像MacBook iPad的部分 預估的成長性 一個80%一個150% 然後又再加上Samsung等等這些 所以當然今年會是Mini LED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爆發年 去年是元年 去年元年 這個獲利表現就已經出來了 對 沒錯 所以那時候沒有出來的時候 你會不相信 可是當時出來的時候 你慢慢的就開始會相信 那因為他們的股價 說真的很多都在相對低檔的位置 那你像台表科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看一下 6278的台表科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趙雷老師你一直說 他過高很有機會 對 你把他說 其實138.5這個我覺得會過 過了就會上了 因為他已經整理這麼久了 何況其實元父最近 昨天也有出一篇報告 他說台表科的部分 其實他也打入了Tesla的一個供應鏈 那這個是大家之前比較不曉得的 那假如說你又知道 他已經打入了Tesla的一個供應鏈 那你看到最近投信 基本上來講都在買超 所以我覺得這一檔應該是投信 主要第一季作帳的一個股票之一 所以你可以看到股價其實說真的 是滿強的 好 那3714的一個負財的一個部分 你看一下 3714的負財投購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股票也很強 那你把它縮小 其實它是在去年1月份的時候才掛牌 它就是以前的金電跟農達合併之後 下次之後重新掛牌 那其實我跟大家報告一個觀念 當然EPS也上來了 那它那時候重新掛牌的時候 應該在83塊錢附近 那我問大家整理了那麼久 那剛剛有看到那個圖表 前一年是大賠 對 前一年前三季 去年是賺錢 對 那我問大家 它兩家公司合併 然後之後下次之後再重新掛牌 股本又有縮小 你覺得公司是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想想公司的心態就知道了啦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9.2不會過嗎 當然 對不對 所以你看最近投信的外資的部分 也真的 那我問大家 假如負彩真的過了 那你說其他LED會不會長 會啦 最大支都上去嗎 對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像這個是打箭的為主 那這個是負彩 其實在負彩之前是長光磊 那現在變成在負彩 miniLED的帶動 那所以你現在4956的光紅這種 有miniLED有光感測 你看一下股價 我覺得啦 只是說這種等負彩慢慢上來之後 其實它也幾乎整理了一段 時間 對不對 那你負彩都已經來到上面準備要突破 所以我覺得 其實整體性的LED 其實在未來 有可能下班 下一週 開始應該這些股票 會一個帶一個 對 慢慢的帶上來 好 miniLED族群呢 趙老師認為 在這個包含了電視 筆電跟平盤 大量應用之下 去年元年 今年會大爆發 去年很多公司的獲利慢慢出來了 今年有機會再往上挑戰 所以整體族群的操縱 大家可以多做留意了 另外我想問 趙老師今天其實有幾檔個股 一公布12月份營收出現月減 哇 股價就稀哩花啦打到跌停板 有一檔就三一四一的驚鴻 我想問說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它的走勢會如此的弱呢 那如果說12月份營收月減的話 就跌成這樣 那12月份營收月增的個股 又怎麼觀察 對 沒錯 我想這一檔 當然股價漲太多了 它漲很多 漲很多之後你遇到利空 去年漲500% 對 這種遇到利空肯定都會跌 本益比太高是不是 對 這種本益比都太高 就是說你漲太多之後 遇到這種營收不如市場的預期大價 因為你低檔買的其實賺很多 你看到利空你就砍了 一定是這樣子 先獲利 路貸為安 那其他的再來看 那另外呢 你比如說像2303的一個聯電的部分 2303的聯電是公布 很不錯嘛 這個是指標 那我跟大家講過 其實我覺得這個基本上不會破 那應該是一個箱型整理 所以它今天沒有反應沒有關係 因為大盤的影響 我覺得它之後會反應 那另外3035的智原的部分 智原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營收也不錯 可是因為之前股價漲 也是漲太多了 今天大盤也不好 所以那3665的一個貿連KY的部分 貿連KY 我們看一下 對 你看一下 貿連KY的部分來講也下來 然後今天終於有稍微的止跌 那它是所謂電動車的一個指標股之一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因為今天來講 其實整體的大盤來講 是真的偏向比較保守 對 台股來講 所以有一些營收公布好的 像田店這種公布好 結果今天來講反而沒什麼漲 早盤其實有漲 那它現在沒有漲 我覺得那是因為氛圍的問題 氣氛的問題 搞不好下禮拜一 大盤好了 它就會漲了 只是我的意思說 它你要相形操作 因為大家 這種來講 它是所謂的白馬股的部分 那講到這個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台股的部分發生這種現象 還不會很嚴重 美股的部分進入超級財報週 中下旬之後 假如美股發生的狀況是真的 它的財報比市場預期來得好 漲望也比市場預期來得好 結果股價真的不漲會翻下來 那時候才要擔心 那時候就是真的要擔心 美股的部分是指標 台股我覺得今天 你不能這樣 這一兩天不能這樣看 台股 因為台灣人 其實很多人說 台灣勇敢沒台灣人 可是有時候不勇敢 你像今天疫情 大家就真的會怕 對 因為五月半的時候 真的跌了2500點 大家說真的會擔心 好 在這個股市下跌的時候 到底要不要勇敢的操作 別人貪婪的時候呢 我就要保守 那別人害怕說 我就要貪婪 今天詹莉老師呢 要從一個人的故事 跟他稍微分享一下 投資人的心態 到底該怎麼調整 對 我想 當然啦 我們的股神巴菲特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說 人家很恐懼的時候 你要貪婪 人家貪婪的時候 你要很恐懼啦 那當然這個很難去量化 你到底什麼時候要貪婪 這個太難了啦 我用調查 我也沒辦法調查出來 這個太難 那只是說他講一個概念 那他的老師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巴菲特那時候 在08年的時候 他買的比亞迪 大概一股不到10港元 大概8港元附近 那買了10%的一個股權 那巴菲特為什麼會去買 因為他的老師蒙格 對 叫他說其實比亞迪不錯 然後他說想一想 真的是 結果這一波的比亞迪 最高漲到300多 至少現在還有200多 所以你看他漲 賺了多少倍 也很多倍了 對 好 那現在呢 我要跟大家講 所以假如有價值的公司 未來會成長的公司 當然我說 你認不認同阿里巴巴 我不知道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告訴我們一件事 就是說有些假如 股價是被低估的 其實在拉回的過程 被挫殺的 拉回的過程當中 你去買 不是說每天都追高殺低 不是說每次都一定要破停損 就是破資深就一定要停損 要看股票的價值 跟未來的一個展望 對 那另外的 控制好自己的持股比重 不然你每天假如追高殺低 破欠在那邊 有時候你也賺不到大錢 對不對 有些的部位 你投資的部位 是可以中堂限的 那取決於 這一家公司未來的本質 未來的展望 會不會成長好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你看一下 古神巴菲樂的老師 對不對 蒙格 來講的話 其實他我跟他報告 他在去年第三季的時候 加碼了阿里巴巴 ADIR加碼了82% 去年那時候巴菲樂最慘的時候嗎 還沒最慘 這個還沒 你看到會更慘 他第一次買的時候 在去年第一季 等一下我有圖表 讓大家看 第一季買完之後 去年第三季再加碼82% 就是說他原本買10張 那第三季的時候 又加碼8張 總共18 那之後呢 去年第四季更狠了 一次給你加碼一倍 你知道嗎 又加碼ADIR好了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去年的部分來講的話 第一季這個是1月 對 其實第一季他加碼的部分 到3月底大概是這個地方 他第一次買的時候是這個地方 對 那4月份的時候 因為中國反壟斷啊 等等 對阿里巴巴的制裁 所以他沒有買 他想說這個利空出來 我不要 我下一季 然後來 那等9月的時候 8月9月 10月這邊的時候 這邊9月底的時候 第三季的時候 第三季跟第四季的時候 就是第三季是這邊 6月底 6月底這邊買 這邊是第二季 第一季是第一季買 這個是加碼82% 這個是加碼 再加碼100%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你看一下 他是這樣買 那會不會 他會不會勝利 我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勝利的機會很大 可是因為他是長線投資的啦 他也不是說三五天的投資 所以我覺得 投證其實可以把部分的資金 轉向到所謂中長線 真的具備展望性的股票 來進行投資的 好的 以上詹雷老師 今天禮拜五 給大家一點信心喊話 其實很多時候 不要做這個最高的動作 有價值的公司 你看穩長線的話 在拉回來的時候 做布局 就可以學著股神 巴菲在跟他的老師一樣 這個逆向思考 反而是在股市當中 比較容易找到獲利的機會了 如果對操作你手中持股 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 歡迎參考畫面上面 趙雷老師的大頭娃娃 跟他加個like 辦得持股問題 跟他請教跟討論囉